亲爱的情人节快乐 情人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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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人节你缺什么 我是今天的二十减号 在三国一年纪一定会送五归号 我爱到最重要的饭再有点 老送那个鲜花的感觉很老套 这一定就是我找的那款了 本节目由Panasonic松下电器 特约赞助播出 抖嘴党黑 绑林森我 大家好 欢迎收看松下电器 陶醉上海 我是一心一意的新一 情人节马上就要到了 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不适合大家来聊 这个海事山盟 也不是来聊情人节大餐 而是要分享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 那就是情人节你究竟还缺些什么 就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来说呢 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有收到情人节的礼物了 在这录节目的过程当中 一不小心把这个实话给说出来了 不过呢 没有关系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特派员小静呢 将会带大家一起来找一找 这个情人节 你们还缺些什么 然后再来告诉你 究竟该怎么办 现在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小静 小静 小静听得到吗 小静 怎么了 没有看见我在忙吗 哎小静 你不是说要带我们去看看 情人节还缺些什么吗 哦对哦 所以我得赶紧准备一下 马上就要出任务了 赶紧付赶紧付 我说小静 让你出任务 不是让你去相亲啊 你怎么打扮起来了呢 抓紧抓紧 情人节收到过什么 完全没有 有没有觉得自己缺情人 哎呦 缺爱吧 缺女朋友吗 主要现在情人节的话 没有女朋友的话 也没想到 情人节你缺什么 第十名 恋人 看来老单的不在少数啊 哎小静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玩了 谁说我是来玩的 我是真的要输任务 听说这里有一场 和情人节有关的活动 跟我进去看一下吧 啊 原来小静找到的是 交友中心啊 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大 工作之外很少有时间 来到这里 的确能认识更多的朋友 说不定真爱就在其中哦 说到这儿 小静你怎么也参与进来了 难不成你还是单身 不过小静 可别以为长得可爱 就一定能获得 男嘉宾的青睐哦 哎我是今天的29号 刚才和两位男嘉宾都交流过了 可是最后他们都没有选我 看来这个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来请教一下 钟老师 钟老师你好 你好 那我想问一下 在这儿交友的过程中 这个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哦是这样 其实我建议女孩子 第一次见面的印象呢 就不用太夸张的这种打扮 对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到我们这边进过园 就是有一个交友的平台 不同于以往尴尬的乡亲 现在的交友活动不但有丰富的互动环节 还可以进行才艺展示 最后在现场司仪的引导下 做到自己心仪的那个人面前 我觉得像这次的话还是比较轻松的 比较娱乐的 还好没有什么很紧张很尴尬的 因为特别像我们这种工作 相对来说接触人比较窄 我是做航天的 我设计卫星对 所以说相对来说接触人比较窄 也挺需要这样的平台 对 唱歌不错人也不错 也很艰难 这个保密吧 主要还是第一印象好吧 印象好吧 想再接触就去看看 那来到这以后呢 我发现真爱是要靠自己去追求的 只要你勇敢地迈出第一步 就一定能找到那个对的人 可以一起度过一个浪漫的情人节 情人节你缺什么第九名 玫瑰 情人节最不可或缺的是什么 在法国人眼里 当然是象征爱情的玫瑰花 据统计 上海仅一年对鲜花的购买量 就超过了五亿只 而情人节的玫瑰销售量 就占了一半以上 可以说鲜花是情人节永恒的主题 看看大家人手一束的拥有度就知道了 建议大家提早预定可以避开情人节的涨价潮哦 玫瑰很有毛利 在法国我们会为了情人节会做很多事情 但是一定会送玫瑰花 我们也有一些玫瑰做的产品都是从法国进口 你可以像一些玫瑰蜡 玫瑰香水 玫瑰的小吃等等都是一个玫瑰的世界 在上海就在这边能找到 不光是这些与玫瑰有关的周边 独特的法式玫瑰插花也是这里的特色 一只一只的玫瑰你一定见过 可你见过玫瑰树吗 就让花艺师现场演绎法兰西玫瑰插花吧 情人节里别忘了送上最可人的玫瑰 让你们的爱情在花瓣里 彰显出最明媚的眷恋 情人节的晚上一定得好好吃上一顿 在上海就有许多气氛浪漫的餐厅 可供情侣们享用情人节大餐 比如外滩三号 总共拥有六颗米其林心的Jean Georges 优雅环境配合来自法国的浪漫甜品 和点点烛光 让情人节大餐极富情调 要享受东南亚风景的话 则可以选择静谧浪漫的藏龙太极 还有号称求婚成功率百分百的网江德 土江美景一览无遗 不过记得用餐前一定要提前预约哦 情人节有一样东西 它绝对是利益不可少的 我本人也是非常的喜欢 因为它跟恋爱的感觉很像 恋爱呢 是在苦涩当中带一点点甜 而这个东西它是在甜蜜当中带一丝丝的苦味 但是你偏偏却又戒不掉它 想必说到这里啊 我不说出答案 你也已经知道它是什么了吧 送下三地 感动有限 请人节你缺什么 第七名 巧克力 你无法拒绝巧克力 就像你无法拒绝爱情 电影《浓情巧克力》中 女主角骄傲地向全世界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 也道出了爱情和巧克力的绝妙关系 所以自然是情人节中不可或缺的 因为它的甜蜜温馨 就如同荡漾在恋人们心中的幸福感觉 只要你尝过 那滋味会长久萦绕在心中 现如今巧克力也做成了许多可爱的卡通造型 你甚至可以选择一款造型 自己动手 亲自制作一份特别的手工巧克力送给它 制作的时候会有老师在一旁耐心地知道 所以不必担心画不好啦 香醇浓郁的口感和浓情蜜意的感觉 使巧克力成为情人节里人们最喜爱的礼物 在这个浪漫的季节里 就让巧克力来为你传递新意 热恋中的情侣们 在情人节你怎么能少了一套秀甜蜜的情侣装呢 如今的情侣装早已不是颜色一样 款式相同 就能够满足我们这些个性的年轻人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来定制情侣装呢 我们的版性全部延新那个日版的那个版性 现在过来的情侣或者是年轻人都非常多的 我觉得就是希望就是让人家看得出来是我们是情侣 但是又不要特别雷同的那种 就是她有她的特点 我有我的个性这样子 自己设计款式 挑选面料和颜色 这样的情侣装真的是很特别 只是这定制会不会很贵呀 现在全件价格都是198元一条的 然后包括所有你选择的一些附件呢 这些都不会另外收费 哇 只要用买普通牛仔裤的价钱 就能拿到全球限量发行一条的情侣牛仔裤 而且还绝对不必担心会和别人撞山哦 这么有创意的情侣必备物 你的衣柜里怎么能少一件呢 情侣节你缺什么第五名气球 气球这个装满梦幻象征童话的小玩意儿 早已不再是小朋友们的玩物 情侣们更愿意用它来增加彼此间的浪漫气氛 试问有哪个女孩能抵挡这样的气球攻势呢 龙之梦六楼的伏极散布气球 是时下大受欢迎的新概念商品 它们以氦气为填充气体 精确的重力计算 给这些小东西增添了许许如生的生命力 这里的气球的话 完全的从日本原装进口进来的 所以跟市场上大家可能看得到 国内的气球有点不一样 像大家所看到的这种能够浮起来的 里面充的是氦气 氦气因为它比空气要轻 所以它会往上飘 那有设计师专门设计了这样的角 它的重量又正好 可以让它漂浮在半空中 那么你拉着它走的时候 就像是一个真的 这么一小动物跟着你 今年的情人节就推出了 粉红和粉蓝色的Hello Kitty系列 很受欢迎 花50元不到就能买到甜蜜和喜庆 还是非常合算的 很漂亮的 然后别的地方也买不到 我觉得拖在时尾上真的一样了 现在买一个情人节礼物 然后送那个新花的什么 感觉就是很好套色 其实很新鸣的感觉 能让男女老少都心动不已 这样的气球 情人节又怎能或缺呢 情人节你缺什么 第四名一首歌 我说小静 你怎么戴着耳机 站在话筒前了 莫非是想为情人节献歌一曲 看着棚里你那享受劲 和棚外那些为你忙碌的身影 这架势倒是有点大明星录歌的感觉啊 只是不知道效果如何 再放松一点 老板老板我唱的怎么样 音色不错 是个好主持人 在近两年之内呢 会有大量的这个年轻人呢 来找到我 他们希望心爱的朋友录一首歌曲 作为一个比较特别的礼物送给他们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普通的送花 送巧克力可能更要有心意一点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因为我们这里面有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人 可以把他们这个不是很专业的声音呢 尽量朝专业的靠拢 所以录出来这个效果呢 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满意的 的确啊 现在的情歌有这么多 总有一首能唱出你的心意 亲自现场录制一曲送给心爱的人 还真的是超级浪漫呢 拍摄当天 我们正巧遇见了一位 前来为自己男朋友录歌的女生 因为情人节快到了 所以想这一次独特一点 所以想录一首歌送给男朋友 自己支过围巾给他 但是大部分的礼物都是他送给我 我自己会觉得这样子比较浪漫 然后而且这是我们两个在一起的 第一个情人节 所以希望特别一点 当然想录出好的效果 还是需要专业的制作团队来帮助你的 那现在就来听听最终的效果吧 哇 经过专家的手 果然效果是不一样的 还等什么呢 快把你的心意画作一首动人的情歌送给他吧 这里是陶醉上海的情人节特辑 说实话我自己怎么就没想到 可以在情人节这一天录一首歌送给心中的那个他 当然我自己也没有收到过这样一份非常特别的心意 但是在我们今天陶醉上海前三名的榜单上 有比这更加惊喜更加给力的 你有没有想过可以有成百甚至是上千个人 可以同时见证你们的爱情呢 这可并不是在偶像剧当中才可以发生的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来看吧 Evoia挑战再次开始 Evoia减性电池 征服了乐盲24小时耐力赛 Evoia Panasonic 情人节你缺什么 第三名 记录回忆 喂 你好 这里是朱一静爱情专线 要送他点实用的喜欢拍照 嗯 那就送相机嘛 什么 实用的不够浪漫 那就送水晶啊 啊 浪漫的不够实用 哦 我有了 嘿嘿 这的确不是哪里都能找到的哦 不过有什么可以难到我朱一静的呢 哎 我来了 我要找的既浪漫又实用的礼物就在这里哦 跟我走吧 我说小静真的是这里吗 问得成我知道的呀 欧洲第一大消费电子产品零售商 淮海路上的中国首家旗舰店 这里面卖的可都是电器产品 实用倒是说得通 要在这儿找浪漫的话 哎 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 哇 好闪啊 这款不灵不灵的相机一定就是我找的那款了 你好 小姐 这边有什么可以问您服务 这款相机真的很闪 它一定不是普通的水晶 对 您说的很对 上面的水晶呢全都是来自于湿华落实其元素 那我想问一下上面有多少颗水晶呢 那您不用说了 上面总共是有200颗的水晶 有200颗水晶 你没听错相机上镶嵌的就是总共200颗的来自湿华落实其元素的水晶 作为两大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品牌跨界合作 联手打造的这款松下FP1 我粉时尚相机真是为情人节奉上一份集理性与感性于一身的礼物啊 而且四款粉嫩粉嫩的颜色加上闪耀的水晶一定能满足个性十足又浪漫无比的你 不过惊喜还不止这些呢 这次的相机可是专门为情人节准备了限量版的礼盒哦 可爱的小熊 诗华落实其卡片 精致的相机绳和一张送给恋人的祝福卡片 配上浪漫的粉色礼盒和梦幻的诗华落实其相机 就让这限量的礼盒来为你传达无限的爱意吧 这一个礼盒真的是很难得 但是更难得的是 这个这一款相机目前全世界 全中国 全上海范围之内 只有在滑海路浙江万德城有卖 而且限量是500台 只有500台 那我一定要带一台回家了 限量版礼盒啊 那可是所有女孩子的梦想 不过小静 你就算把她抱回家了 自己能拍出好照片吗 但是我还有个问题啊 就像我这样的女孩很喜欢拍照 就特别是自拍 但是这个效果呢 往往拍出来不会很好 比如说要不就太暗了 要不就你这个头像不太正 有什么诀窍吗 那关于这一点的话 我这边私人可以教授你一个几个小的经验 那有方便你以后自拍 那首先开自拍的话 肯定是需要一款 比较轻便的便宜鞋带的一款数码相机 像我们这款FPL 对像这种 对另外的话呢 您方便的话可以带一个三脚架 如果是实在是不方便 您可以依靠在墙上 或者发速上面比较稳定 那第三点就是说 我们平时会这样就这样 这样这样拍 对对就这样 对对这样拍的话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距离 那这个时候的话 根据相机的不同 您可以打开微距模式 还有开启我们FPL上面的一个 光学防守的功能 这样就可以拍出 很完美的照片了 哇真的是太漂亮了 如果拥有这样一款相机 在街上自拍的话 一定会很闪耀哦 哇我说小静 我都看见你眼睛发光了 不过这么浪漫诱人的礼物 谁又能不心动呢 现在就把这款 施华洛士奇相机带回家 让它记录下 你们之间最珍贵的回忆吧 情人节你缺什么第二名 告白 今天呢 是我们认识三年之九三 在这个三年里面 我放弃过很多事情 唯一没有放弃的 就是希望和你在一起 今天呢是我们认识的第三年零十九天 在这三年里面呢 我放弃过很多事情 唯一没有放弃的 就是希望和你在一起 我觉得送你惊喜 倒不是送给你一个安全可靠的人 所以呢 今后你只要开心的做你自己就可以了 对于未来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 我心里面只清楚一件事情 那就是未来的每分每秒 我都要和你在一起 对于未来的会论 因为是很重要的 是的 因为是宽敦体有天 是的 有意志 只有四十一 没关系 在 不许 哇 在人流量最密集的地方 通过大屏幕向心爱的人告白 接受大家的祝福 这样的告白方式 真是浪漫的不得了啊 这种只在偶像剧中见过的剧情 真的能实现吗 我们也在其他的城市 有过类似的活动 比如说在去年的情人节 我们就在苏州的关前街 我们的大屏幕下 搞过用我们的爱情 点亮城市的夜空 这样的一个活动 你们提前七天 把你们自己准备好的VCR的资料 给到我们 然后我们在通过工商整批之后 在第八天可以算到大屏幕上去 这样的形式 我觉得是年轻的情侣间 互相表达爱意 给对方这个惊喜的 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情人节你缺什么 第一名 勇气 尤其是年轻的情侣 尤其是年轻的情侣 每天都开个心快可乐乐 我也会一直一直很爱你 我祝你们大家 今年 情人节会活得最美的 最漂亮 最主要的是 祝提前祝你 阿婆 情人节快乐 亲爱的情人节快乐 祝他情人节快乐 也祝你情人节快乐 情人节快乐 吉克伦敦曾经说过 世界上是先有了爱情 才有了表达爱情的语言 所以说 在情人节 这样一个为爱而生的日子当中 请勇敢地说出你的爱 即使你已经说了一万多次 也请在这一天 大声地告诉他三个字 我爱你 当然你也可以对照一下 我们的榜单 看看这个情人节 你究竟还缺些什么 当然如果你想和我们 一起过情人节的话 也可以登陆到我们的 苦嘎嘎网站 以及新浪微博 巴雷多雷嘎嘎嘶 你当然在过好情人节的同时 也记得要和我们 陶醉上海 一起来绑定生活 在哪可以知道 最地道的种类 最齐全的卓尔西考虑呢 它是由希腊的九神 迪恩尼索兹带到人间的 Let's play hard Let's play hard